现代人纤维素往往摄取的太少 不只是容易有心血管的疾病 连肠道也容易出问题 照鸡披萨光是看起来就让人食指大动 上班族压力大 怎么能不靠美食来抒压 只是这肉吃太多 医师可是提醒大家 小心坏了心肠 平均大概三个 上班族里面大概就有一个 他的一个血脂肪是偏高的 那其中男性更高达一个40%一个比率 应该要增加所谓高纤维的食物 比如说每日要五蔬果 那除了说另外 我们每日最好要有一份的 一天一餐的主食 是要所谓的全骨类的食物 饮食不均衡 真的是要小心 卫生署建议的天天五蔬果还不够 一天一餐至少要全骨类 纤维的含量才够多 来增加你全骨类的摄取 那可以在选择上呢 可以选择这个含有纤维含量最高的 然后另外呢有这个心血管 健康认证最多的 特别是可以增加好胆固存 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那这对现在人在健康上 要总改善换心肠的问题 想要拥有好心肠 真的不能挑食 以免心脏跟肠道收不了 让身体出现健康危机 中天新闻红水美雪一昌台报道